这黄影可真窝囊呀 这遍积绿帽子都扣脑袋上了 还能忍 公子 我们家为您宽衣 公主醒了 我在吗 您谢谢 公子您吃醉了酒 是羔羊公主 让我们姐妹来服侍您的 公主 各自婚镇之爱女 长公主高阳 亲死 谢陛下龙 本宫 要和大师讨论佛法 伺候好房公子 本宫有什么 我堂堂一个酒 怕我历史性研究生竟然穿越了 还成了绿帽王房营 那不是几年后 就要因为被高阳公主 李树窜的谋反而自杀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自救 我得 公子 公子威武 原来是要亲自策马阳边呀 只是奴婢们还是完毕之身呢 还请公子联系呢 完毕之身 还联系 不行不行不行 现在是想这些的时候 想命都要保护了 高阳公主在哪 公子放心 高阳公主正在和变迹大师同佛 反不暇他过呢 啊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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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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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行我得去组织 不然就来嘛 不 今日何大师论佛法 本宫胜利飞浅 是公主松慧过人与佛有缘 你干什么 干 凡云 谁让你进来的 谁让我进来的 我听说公主和大师在这里 这些婆婆 我就想要那大白天的孤男寡女 逃着哪儿呢这个婆婆 我放死 我放死 我来找我老婆也让我放死 我放开我 房仪啊 你不会以为你真是当今父母 要不是父皇主婚 我才不会挑战你这个窝囊费 瞧不起 你真的挑战这个孤雷吗 我皇室手摸掉欺人太盛 其若果固然慈悲 却也有占妖痛磨的丁高负 傻 大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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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 废话 我今天就要替父母经理门户 看看 除了这种女人护着你 还有哪个精妄狼狼狼狼狼狼 你这个混蛋 你是二兆 曾经的房仪已经醉死了 从今天起 我是房仪啊 房仪啊 你这是个妄狼狼狼 你辈子都被人瞧不起的妄狼狼狼 本宫要和宋皇情侄 杀了你 说就说 难道 你敢对宝宫对手不成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打死变迹大事 我真的敲不上你 你 你 傅马 没有公主和本官的允许 你不得擅自闯入公主的 傅 傅马 请你注意你的身份 我可是公主府的女官 负责 把公主的一言一喜上报个天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小小的公主府女官 敢对本驸马指手画脚 谁跟着担子 房仪啊 这要乃是本公府上女官 这可如此不行 你要让我今天的事情告诉皇上 看看他怎么处置你 房仪这个废物 王日便如憨户一般 今日 怎么其实这么逼人了 放手 我靠着高阳公主贴身的女官 你竟然都有这么无 我要善定陛下 致你大不自治罪 致我大不自治罪 我告诉你 我不仅是大唐的驸马 还是房项的嫡子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算掐死你 你也动不了我一肝喊 这样 别人开局都是一把 装备全报 我开局就是一定 还要被斩腰 这够人 我得赶紧想把人们的福利 保住小命 我去 远处竟然有如此神秘 属下未能救驾 请公主降罪 公主 方才多谢 二郎出手相助 二郎不愧是长安城内有名的大历寺 记得永江 我的臭事 之后 只是被太总盼了河里 为了掩盖皇室的臭闻 并没有受到臭 微臣 拜见有家公主 你学学小事 公主不必关心 二郎放肆 胆敢这般无理地盯着本公 就不怕本公弯了你的眼睛 那请公主受罪 是太长时间没见了 公主好像又变漂亮了 所以我看她又闪了 大阪 敢拿本公开玩笑 还不滚进来 本公要替房相 好好管教导 就此 盼粹我代替原来的养 日和这位豪仿的藤丑 来到长期会长的 复距离结束 然后惊动临时面 让她把我和高阳公主合理 那我的小命不正保住 而我可知 她娘的是个天才呀 悲臣遵命 哎呦 公主 你这是 还好二郎威猛 要不然本公可怕死了 不信二郎嬷嬷 人家心跳好快什么 小公主的手感 小院家 你想本公怎么报答你啊 你 你换人干嘛去 李太太在前面办施会 邀请本公一同前去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 不是 那公主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哈哈 二郎是力拔山河 气势彪悍 可是这诗会 那我是 没读过几年所书 是个粗人 但是我不也看过几本书吗 那万一我在这诗会拔得头筹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那好啊 我跟二郎打个赌 如果二郎今日能赢得头筹 我就专门为二郎牵马尽灯 那我也追死 还有这一串跑不上 那今天这个比赛我要是赢啊 拿下一笔钱 都是易如坟整 你们让开我要见公主殿下 黄银这个棒锤 她怎么赶上公主的车 二郎 公主安歇 你看微臣如何给你收拾这种黄银 让黄银出来 有本事我们鼻鼻 看谁更配上伺候公主殿下 你这个什么东西 敢在公主的车前大声宣谎 我勇家公主的门客 负责公主府内的领乐之事 平日最受公主器重 你个棒锤 你怎么敢上公主的马车 哎哟 甜狗味道女神还找上门了呀 本公子今天就好好的会会 好如果今天你赢了 我张胜自愿退出和你的竞争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 你想比什么 你敢不敢跟我比乐器 随便 大言不惨 免得别人去说我欺负你 你先挑 那就比吹销吧 毕竟公主最喜欢的乐器就是销 一个棒锤跟我比吹销 看我今天让你如何惨爱 谁不知道张胜大人的销声 可是京城一角 这凡家二嫂 此前从未听说过端云率 竟敢挑战张胜大人吹销 公主殿下莫慌 笑话 比吹销至今我还没输 那本公子就演奏一首赛上曲 给你时间准备 张大人 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曲吧 那就怕了 不是 毕竟这是我的拿手曲子 我怕比了这曲 你说的惨 怎么该 让我自杀了怎么办 王莹你知不知道你是长安城 类有名的废物草包 说这种大话 你不怕笑掉大牙 看来 你张公子浑身上下 都只剩下嘴硬 这个张瘦 虽说人讨厌了点 可销声的确精湛 好 张公子不客是金城 有名的乐师 在这乐理之上 怕是无人 能出其右了 看张公子在销声 简直听得我浑身舒畅 怎么样 你现在认识还来得及 你的销声的确不错 看看周围这些人 就这点了 那你们 就陶醉了 连大话都不会说的口梦至谈 张公子的音乐 可是金城一绝 有本事 你也吹一个 否则就立刻跪下 给张公子道歉 没错 张公子好好救死你 让他知道是多利益 你修得捅出狂言 有本事你也吹个亭亭 你一个棒吹 你只要能吹成曲 我就算你赢 用不着 输就是输 赢就是赢 咱不怕 公主殿下 可否借房母消遗 二郎尽力而为即可 谢公主 今天本驸马就让你们见 什么叫真正人 老公你又得第一了 老公就是传说中的绝世消亡 走乖乖 我们回家吹香 嗯 我的青春 再也回不去 这赛上去是取材于恨朝南昭君的故事 如我们今来 其冻枭之身 都是欺晚恋爱 揮天美人的曲样 可为何这萧村 如此揮洒血液 那能听了以后 仿佛心中伸出 无限英雄儿女的豪情 恨不得 战剑走天涯 这房家二啥 竟吹得这么好 连张胜京城第一月时都比下去了 你一个村人懂什么音律 就是早有准备 就只会这一首吧 张公子 房英从前虽少有演奏 但今日这一曲 也算不成如梦 房是名手 当得绝妙 张公子今日 未免有些唐突 公如此言差矣 方才这首曲虽然音调优美 可并不需要吹销这人有多深的音律之道 如此判定我输 我不输 何谓音律之道 音律只为表达情绪的载体 最重要的还是演奏之人 二郎方才那一曲直苏心意 便是普通人也能听出其中 金戈铁马 万丈豪情 在我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音律大家 什么 永家公主居然夸房家那个棒锤 是个音律大家 永家公主身份尊贵 惊奇是画样样精通 眼界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皇家这个棒锤 他何都何能啊 能得永家公主的称赞 启禀公主 为王殿下让下官前来 问公主为何迟迟未到 本公稍后就到 二郎快说本公上车 为我一同前往 公主请消耗 张大人 赌约你是不是该兑现了 方英 你你不要欺人太甚 正所谓愿赌服输 你想耍赖啊 本公子岂会耍赖 只不过既然是对赌 自然要三局两胜才算赢嘛 临时变卦 这岂是君子所为 无妨公主 那接下来这第二局 张大人想怎么比 眼下就有现成的比试 今日向魏王殿下举办了诗会 方英 你敢不敢来 我有何不敢 不仅要比 我还会拿下诗会的亏手 让全长安城都知道 我方英和以前不一样 方英 公主走 奴婢待见贵人 事已办妥 方英这个废物还真是奇葩 自行女人和其他男人翻云覆雨 她还在替她守门 可是贵人 房英撞破了高阳雨便寄了奸情 既没有犯魂 也没有击杀二人 该怎么处置 善后的事 我有主见 至于你 应该是说守口无瓶 贵人 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我只相信死人的嘴 你是突厥人 我可是公主府的女官 你们不能杀我 如果我在长安城外被杀 一定会惊动整个长安 突厥人埋伏长安城外 你刺杀未人 千年公主府女官亲夜 有何不可 救 救命啊 快去告诉你做人 你也要献水成目 有劳诸位 以命赐上位我 哟 我没看错吧 这不是房英吗 这口大棒锤 话都说不利索啊 还跑来试会 难道还会作诗 目不识丁的驸马爷 房英 你连诗词都不坏 你来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滚回去 你是想可惜丢狗公的脸吗 二郎是谁狗公来的 有何不可 什么 这房家棒锤 什么时候跟永家公主走得这么近了 永家公主身份何等尊位 房英是含糊 有什么资格 宗英不敢 二位来晚了 可要罚酒啊 魏王殿下 房某来晚了 自罚三杯 诸位随意 脸皮可真够厚的 敬酒都没人喝 如果是我 干脆找块豆腐 撞死算了 哪还有脸呆在这儿 人家不靠脸皮厚 能混到永家公主身边吗 原来房二公子的至少之道 就是靠厚脸皮啊 果然是我等无可比你的 你去屁 本公也来晚了 但是本公不受警力 就一起带酒吧 好啊 素文姑姑精通音律 无等在这桃花林中 就着美酒 赏着奏乐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哈哈哈哈 不过光有美酒和鲜乐 未免有点单调 这众人皆知 长孙公子的雅好 那可是长安城赫赫有名的才子呀 既然是诗会 那当然以诗为名 更为应景呢 张公子说的没错 这房二郎难得来一次 不如我们就来比比诗 如何 长安城谁不知道 长孙公子的才名 那可是从小就饱读诗书啊 可不是嘛 听说长孙公子三岁能闻 四岁会晤 天资聪勇 无论难出其右啊 这个范儿上 今儿怕是要把房向的脸给丢尽咯 哼 似乎两立 以为读两天书就能添下无敌了 你再牛逼 还能比得过诗仙诗上 行 那我们就比一比 不过 既然比诗 那就要有财 在座的各位都在 请大家做个见证 今天我们比诗 谁要是输了 就给对方跪在地上磕三个头 叫三声爷爷 干了 跪下来叫爷爷 这可不是简单的丢脸了 世家大族 最看重脸面 这个赌局 甚至涉及到了家族兴衰了呀 先皇后掌孙是在世时 一直拦着陛下 对掌孙家重游 如今皇后过世 掌孙家再有任何物件 如果撑得上绊脚石 那只能是宰府房群灵了呀 如果说 他能打击皇家的孙 那对掌孙家来说 那不是大功一箭吗 这房盈 简直就是在给掌孙公子送把柄 这房子 果然是个房子 有何不敢 你可别反悔哦 那 就请了 我先来 静忠秀瑞独编马 英武精神速剑环 粘刻剪裁成月露 飞冲桑道烈鱼泉 好诗 找某某台献丑了献丑了 这个棒子 今日必要让你丢尽脸面 既然这样 那本公子也记性一作 请诸位鉴赏 千灵神女海西边 山暖应修罪网还 迷斗多情银骨怨 又黄又怕 一心还 也不可怀 房盈到你了 房盈你别再丢人现眼了 还不赶紧能找出牧子赔罪 然后滚出去 书今外敌未知 你们这群奋昏远不举 还在这里 人一些弹琴帅 哈哈哈 说大话谁都会 王阳 你也做一手出来 二郎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重吃 贵逼人来 不自由 没想到这房子啥 还真能做出来 次曲听起来不服啊 龙香奉住 是 南生 满桃花醉 三千克 一箭寒霜 十 四 周 好一个满桃花醉三千克 一箭寒霜 十四周 满南花香 清醉无数宾客 一把利剑 仿佛能够冲出场安 很少 停下十四周啊 这是何等辉宏 何等豪迈啊 是啊 房盈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难道之前的那些狂兵 都是他装出来的 哈哈哈 你爱贤弟 真乃大财啊 多谢魏王花姐 二郎 他竟还会做诗 掌森公主 我的诗已经做完了 下面 这 这 本东子 我知道了 掌森公主 你肯定是看不上我这首诗 啪啦啪啦 那我就再做一首 给各位品 拿起 赵可孟 唉 插 请 爹 沒有 我 她 太足了 哈哈哈 没错 我有大程的千古纷流 才没得上 这绝世之精 好一个深藏顾一鸣好一个房营 长孙公子 我做的是合伙一鸣的房 你不说话我就当刻意了 长孙冲现在轮到你做事了 三举两胜啊你要是做不出来 就要跪在地上就要严用了 你 明镇长安的长孙公子 竟然被轻运了过去 电影居然是在琴 最擅长的诗悦上输给了别人 并且是以吃草闻名的大棒锤方赢 他明明知道 本宫喜欢才华横溢的男子 却频频中作目不时定的白痴 到底是为什么 阿弥陀佛 大师 黄施主如今天下太平 正是安静名乐之时 你的诗未免杀气太重 大师说的没错 棒锤就是棒锤 整日只会五枪弄棒的 做个屁的诗人 一个没有那个说的粗了 还幻想跟长孙公子一较高低 不自量力 对你 你还敢来 我活死杯 还请房施主做做修生养兴 实力是 那我就先杀了你 在修生养养 你把带路上人 放人 你住手 李树你给我让开 本宫说了不让 那大家杀了不少 有处够 杀了李树没人 我 你 你 青一 你跑完 怎么干嘛 青一 抱歉 就不了你了 我知道 他们不会丧过我 他们是谁 拿着这个 相信他们要害你 建议建议建议 中间王朝 人面对同草剑 如果要向洪家去 就必须拼到你 这小妞给我个裙子干吗 难道想着我想她的时候 转一转 这个 我那天在草屋门道的乡 难道一模一样 你们干什么 用的 工女殿下 还有工女殿下 阿昌小心 跑出来正吗 不知道危险呀 人家翻车你 拿着 你们是什么人 撒你的 走了 啊我皇宗也中了 不是他在我正前出了事 我只怕 投资了 属下去炸来吃 你怕我去干什么 快去保护公主啊 不是 我有时候 鲁马爷在公主之后 或许可以抵挡一阵 你脑还被鱼骑了吗啊 他就是个大傻伙 那抵挡了什么 快去啊 虽然杀人不住 但是这个弱肉强食的事 他就得死 去死 神仙带 杀他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快跑啊 不然你得跟我死在这 亲生为何要跑 亲生三生有幸才能遇到二郎 若你不幸战死 亲生愿意以身赴死 没想到这也是上风流成星的 永家公主 竟然也有如此有情有义的一面 上个点 我等救荐来辞 请公主不追 本宫无碍 送送带房公子回去 是 长宋公司 别忘了我们的赌约 今天要不是房家二郎 本宫怕是早已遭了贼人毒手了 当即首攻 先进师会上公子失怨双绝 没想到武功也如此深勇 我大堂 都都是贤弟这蛮 何仇不兴啊 哈哈哈哈 天下哥 哎 二郎救了本宫 本宫这边送他回去 以示答谢 这 小只这就派护卫 护送姑姑 你贤弟回场 哎 好 房盈 你给本宫多出来 二郎是宿二郎 二郎你算死了 公主安心便是 高阳赶紧把路让开 房盈 你竟敢对本宫如此无力 你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 怎么 你还能杀着本夫吗 本宫现在命令你 给我下车 高阳 二郎今日为了救我受伤 我带她回府 还不快让开 姑姑 你可别忘了 她是我的驸马 那又如何 本朝又没有规定 公主不能合理 她敢 只有本公主修了她的份 她要是敢和我合理 我杀了她 房盈 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公主府 回公主府 回去继续想刁难我吗 李叔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少插手我的事 否则 否则我就是舍了房间的颜面 我也跟你拼个鱼死瓦破 好 太过人变了 从前的伏换方应 却不好留住 这样杀衣领盖的目光 她变得更陌生 却愈更像个男人 阿朗你真没太晚了 亲民家就想着给她招呼 那我吃了 阿朗你真快死了 阿朗吃了 我们去哪里 我 我 你再这位以后生不了孩子 你不懂了 二郎 我们继续不良好 二郎 那我们现在回房府了 回房府之前 我还有处理一个事情 不对 不是这个味道 这就是普通的安神香啊 是 当时我来这里 做着高雅和饼鸡的时候 闻到的不是这个香味 我是原本性的情香 是我们约成这对金服 引付搞出来的情趣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没有必要换掉香妇 你是说 某人要故意陷害她吗 错 而且这个人 甚至我和我之间的不信任 就算我发现我此事 找高雅去医院 他也会有种麻 甚至打压 从而更加增加 我之间的仇怨 到底是什么人 就会费这么大心思 做这种事 目的又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人 就会费这么大心思 做这种事 目的又是什么 自然是为了逼我造反 顺势毁了房石义族 甚至是礼堂的天下 在历史上 高雅公主的风月案 一点冲冲 直到我庆宁子处 成为局中的义子 才知其冲的显现幻生 隐藏在背后的阴谋 和涉及着一千股烟的 他们该有多大的能量 不行 我一定要查清这背后的真心 旧房价旧大堂 二郎 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想是受伤流血太多了 要不先回府休息吧 确实你叫 二郎 今日你数次救我 私下里 又何必还称呼我为姑姑呢 赛臣归民礼悦 你就叫我一声月儿吧 可是 我还是喜欢叫你姑姑 二郎莫非是嫌我年龄比你大 或是提醒我 该注意自己的身份 也是 我是你和高杨的姑姑 本不该对你存有非分之下 更何况 我一惨白之躯 如何配得上二郎你 果然还是轻浮的少妇最投赛 非诚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非诚是在想 等我待会儿 芙蓉账乱 那一般洪浪之时 我拥着你 还叫着你姑姑 岂不是别有一帆风味 洪浪 月儿好爱你 我感冒着 过了今晚 你一定要更爱我 啊 姑姑我来了 姑姑我来了 实际姑姑 我晚一去酒店有人 姑姑 谁呀这么不着眼 不论你王宗的 我还不是 我不论 就算全王老子来了也没有 陛下特选奴才 前来接公主回宫 皇上派人来接我 定是知道你跟我在一起 我我得走了二郎 二郎不会忘了我吧 罢了 我本不该生出多余的幻想 月儿 相遇真心待会 我方应 一定不会 陛下息怒 这一群叛贼 竟然敢在长安刺杀太子 简直是胆大包天 看来这突厥小二 是忘了圣上天可汗的尊号 是该给他们一些教训了 圣上 请给老夫金兵五万 谋 这就出发 灭了突厥 一学 今日之耻 出兵的确有效 却劳民伤财 此事 朕觉得还有诸多疑点 待查明真相 再出兵不迟 臣请陛下 彻杂 准奏 今日诗会 还有一件大事 高阳的驸马 又为中郎将房赢 竟然英勇斩杀了 数位突厥刺客 还做了两手 旷世奇作 房赢 会输 事实上 全残神的百姓 谁不知道房赢的脑子 他缺个钱呢 啊 他会帮输啊 程耀军 老胡都没说 你家三郎是干嘛 我 凭什么说我家二郎 是个庸才 就是 你儿子才缺感想 我 中郎将房赢何在 禀皇上 臣又为中将房赢 参见陛下 这就是历史书上的 千古一地历史民 果然霸气策露啊 这奏者所言 何属实 回皇上 这诗 确实是我做的 吹牛皮 你不怕撒的死鸽头 定是偷弃了别人的诗文 可怜方向文才非然 一生高风两节 但老了被这么个无德无才的后生 败过了名声 皇上 继续 丁主角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那天诗会当日 你不是赛线场 你还跟我打赌 斗师输了 还不兑现赌约 怎么 想少赖啊 你胡说八道啊 那首诗分约是一抄的 如何做出 我抄的 有证据吗 陛下 二郎必不敢欺君 请陛下明堂 皇驸马名声在外 唯独悠悠之口 老夫提议 不如中秋宫宴之上 由陛下听自出题 再比一次 已是驸马清白 皇驸马 以为如何 坏了 一旦这次比试实力 岂不是坐视了二郎 其兄之子 真是无忌 这个老虎 陛下 我看这 比就比 谁画谁呀 要是这次秘书间再输了 就没有理由上来 你以为 这是真的男娘 那我们就 走这瞧 那这就在中秋宫宴 欣赏 驸马的家座了 可惜昨晚姑姑被皇帝派人接走了 否则现在就能 二郎 你醒了 老一郎夫人在前面等着你呢 不不不 干嘛 帮少爷沐浴更衣啊 少爷 你今次怎么了 东 男女 有别啊 我自己来就行 少爷 你以前也没说过男女有别啊 更何况 丫鬟是份少爷 平经地义 你难道 是嫌弃多二次 我得不够好 不想多二次 我您沐浴更衣了吗 不是东 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 那这样你先去传水 一会儿你给我搓呗 这不是油水吗 这凉你再打点热的 好吗 去去去 是 可以 好吗 很燁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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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屎 这不活脱脱的一朵 娇嫩的水芙蓉吗 少爷 你怎么了 少爷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 水下一朵花也好看 少爷 你那烧口真水了 是要很容易换笼的 你等等 到底你就换个温带 你别动 小丫头 你是真的要折磨死我呀 少爷 少爷很担心您的 是 你个亲手 人家才十五岁 你居然也能反应 真漂亮 你 娘 大哥 大嫂 儿子来 快坐 左女伤那么重 可把娘心疼坏了 今天还疼不疼啊 二老 我房里有伤好的下去 有头 有点给你送去 好好补补 我已经拆人 给二郎送过去了 还有一些 气血的药材 二郎不够的话 尽管去你大哥库房去取 可别留下病根啊 一点小伤 你们别担心 过几天呀 就好了 没想到这个 房二郎傻是傻的 福气是这样子 这不妥妥的团宠吗 谁是胡闹 事实上 已经长成忠义小发 屈屈脚尽 可这一次 情况大大不同了 归宴之声 不仅有 御下 大光贵起 还有 林我使臣 稍有差池 不仅会丢进我大唐的脸面 这不仅会连累我们全家你知道吗 原主爹真不愧是千古一乡 这即使 房桥 你吼什么吼 二郎在外面受了委屈 你不帮他出头就算了 虽然还骂我儿子 没想到 千古一乡 居然是个吸管炎 我也是为他很好 那你不会好好说话 我 娘 爹其实在朝堂之上呀 说那话都是为了 我呀跟咱们全家好 哎 就给他做坏的 没错 我说什么 师父上你做的那两篇诗文 我已经看过了 堪称千古绝迹 老实告诉我 从那来的 嗯 其实 事情是这样的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梦 梦了 我就去了未知的时期 修得顾言 此不与 贵利论神 你住口 拿着水说完 在这个梦里呀 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功夫 还有很多 璀璨深刻的诗文 就这些东西 其实 都记在我脑子里了 就就里面的诗句 拿出一句来 那都是千古绝句 所以 爹 就过几天的中秋公园 你不用甘心 你儿子 不仅不会丢脸 而且 肯定会给咱们大堂争光 还是我儿子厉害 那 必须的 你来了 咱们来妓院这事 要让魏王知道 这回去就不得爱吧 放心 说的是 各个单子 其实我一兄今天找你来 是想请你帮我个小忙 你可是当今的皇子 有什么事你搞不定啊 这事还非你不可 嗯 昨日诗会上 二郎一首勇剑诗 一名敬礼 孟春楼的诗诗姑娘 对你是敬佩不宜啊 跟一堆拖为修 来向你求一首诗 那看来你请我这喝酒是假 请我给姑娘做诗诗 请你吃饭使主 给诗诗姑娘做诗 就顺便而已 再说了 以二郎的才情 孟春楼的姑娘进了你 还不得想我给你春风 这个事儿还白嫖吗 白嫖 说实 我等文人雅士 与姑娘们月下当歌 饮酒谈心 怎能叫白嫖 我呸 世纪渣男 不过 前世会苏里的那谋 叫一个就得大姐姐 还是大疼好 啊 还没想不到明满茶那房大帮着 还没想不到明满茶那房大帮着 你好意思笑笑文才匪人的诗诗鬼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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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双公子好英俊 绝对称得上大潭第一美男子 他冲我笑了 天呐 财貌双全 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 我要用广心充斥的 今天可能是来找场子 害怕期望也得搬来了 小心点 凌亡店家 吃花道骨 我们今天来 就是来找出去 就是你 也配 方二 你可是大字不是一个的 还妄想成为斯姿姑娘的陆路不滨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努力 五弟 我等今来都是为斯姿姑娘的 殊隆之力而来 你说这些 我也没太扫兴了吧 三哥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那日 你闯下大祸惹怒父皇 本该在家闭门思过 可是现在 却在这和老弟们 争夺斯姿姑娘的出业 你不觉得可笑吗 五弟 该说这话的是我吧 你的封地在齐州 却依然滞留长安 说是因体弱多病 才一直不去封地就翻 这么弱的身子 还要来梦春楼过夜 诗姿吗 嗯 呦 终于公子 诗诗姑娘出来了 哈哈 好难啊 诗诗姑娘 这年代还没有承袭这一说吗 这年代还没有承袭这一说吗 对 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公园啊 诗诗姑娘 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公园啊 错 诗诗姿子千人千年 各有风景 本王最重一点 还是他猎马行的名字 正伏起来才有成就感 这让本王想起了 自己的一批爱居 西域的一批恨学宝马 日行如飞 可惜不幸扎了马鸡 发骑尘 这年代还没有承袭这一说吗 这丝果然是渣男中的鸡皮 竟能自行顿 将女子和马联系在一起 马蹄 马蹄啥了怕什么呀 这他带个鞋套不就完了吗 嗯 蹄穿鞋套 差点忘了 这个年代还没有方便马蹄蹄 啊 哎 这位姑娘 你去给我拿个纸个笔 来来来来 曲美人亦美呀 哈哈哈哈 不愧是长安城十大花魁之首 诗诗姑娘果然才冒双全啊 成了 二楼 你说什么成啊 来 回去 找个好点的木槿 或者铁匠也行 把这个按照这个图纸呀 把这个马蹄铁打出来 然后钉入马蹄底部 这这样他马就再也无法劲刺了 这要是你放在骑兵营上 能大大减少兵马的损失 哎 二楼 你可是为我大堂做了大贡献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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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位公子不吝赐教 辉豪泼墨 若有家做脸饰 奴家在归中焚香主名 扫踏相迎 居然是真的 狮狮姑娘要宿我们复阁 还和本公子消息灵通 今日房春楼没有狮子高手 狮狮姑娘 归我啦 呸 狮狮狮 本公子的人 听闻三哥 很注意事实姑娘 可惜了三哥一向不上文末 看来今日想法是要落空了 五弟误会了 这次我是张晨陪房二郎过来的 劝你别高兴的太早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你该不给脑袋被门挤了吧 你还真相信这房儿傻子会做诗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与其在这里呈口舌之款 不如笔下一件正常 来来来 笔墨四号 眼前这位嚣张跋扈的奇蒙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会在其中造反 然后是 北琴 废月术人 刺死于那一世上 在历史上 比房云还凿死几天 我何必跟一个僵死之人接近 没想到你还正敢写 房上的 你不怕被削掉大牙 我是怕你们被惊掉大牙 不辞了 主义公子 诗诗姑娘已经定下了最后的优胜者 诗诗姑娘果然好眼光 我终于随了往上去 反而啦 诗诗姑娘对你的诗句再不绝口 定要你上楼一续呢 哎呀 我本无意惹佳人 却不料 诗诗姑娘就像于在下那冰烛夜雨 那在下只能 却知故宫了 岂有此理 我不活 说不定是他在诗里面做了手脚 我绝不相信 诗诗姑娘会看上他写的臭毒诗 除非把他写的诗拿出来当中诗图 让大家都给评评 我就不相信这个废物 能写出什么好事来 你可别后悔 笑话 我看你是不敢吧 听说的人怀疑房公子 诗诗特地来为他作证 诗乃房公子的亲笔诗 东风夜放 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 宝马雕车乡马路 凤霄生动 绿湖光转 一夜 鱼龙舞 鵝儿雪柳黄金旅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步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山处 好事 好事啊 果然是好事啊 不会是房项之后 五百十四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房二郎 请随奴家来吧 房公子 这种深室房间 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房子怎么这么小气 难道说 这唐朝也有公摊 房公子 房公子 你进来呀 房公子 我过来呢 我靠 这深深溜过的 房公子 房公子 你在那里起来 为了正义 你知道这可不可以 甜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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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说吧姿姿姑娘 被封大尽把我骗到这里 到底有什么地方 我们家的公子一见星星 本想见清白的深思给你 不了 오늘도 door 自己如此绝静 你竟能面对狗家动手 坤姐好瘋lov心 呀 老实在不是这 就冰你 瘋漆 是 谁真不知道 公子到底要你加说什么呢 啊 啊 不是搬給我 到底是什麼 你家真的不知道嗎 什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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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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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好痛 大郎你忙完了嗎 為兄有事找你 兄弟嗎 怎麼敢在當中 辦正事呢 此事的確等不及 你問什麼事 殿下 你什麼起身啊 出大事了 劉良在奉旨出任 隔間刺史途中 遭遇刺殺身亡 劉良 那不是長孫無稽的先出 更何以擔心 問題是刺殺地點在高陽郡 什麼 地下震怒 命尼和高陽即刻出宮 就連防向的未驚動 今夜恐怕要出大事 走了 李叔 劉良遇刺之事 你究竟知不知行 父皇 兒臣跟那個老匹夫 無冤無仇的 我才懶得理他 諸豪 那是我大堂重臣 看來真的是 朕太過焦躁於你 竟然不把朝廷放在眼裡 來人 拉下去 仗則十三 父皇 你說什麼 你不能這麼對我 我可是你最疼愛的書啊 陛下 公主還小 何況公主的領地 現如今有駙馬爺照管著 出了事也不是公主一人所為 還望陛下枉開一遍 長孫無忌說的沒錯 父皇 兒臣既然嫁去房家 平日禮 封地實役 一概都是和駙馬共享的 如今出了事 總不能讓我一個人擔著吧 這果然是個惹禮 腦子得趕緊想辦法修了他 否則早晚被他害死 駙馬 你怎麼說 我叫二郎 情侶寡子釋放在心上 更何況公主的風力實役 乃是公主的嫁妆 我皇家 您戰友之心是難以察辭 皇上 那其實我爹說的就是我真的想說的 公主添加血脈 金尊玉貴的 屋頂的上 我哪也不敢管啊 既然家人就被客手俗道 謹遵夫鋼 若不是今日事發 朕還不知道 你在夫家竟然如此膽大妄為 父皇 二臣沒有 看來真的是朕太過驕縱於你了 來人 拉下去 關進公主所思過一月 沒有朕的允許 誰也不就犯了 父皇 二臣沒錯 說不定是防疫他早已厭倦了我 所以他故意害我 今夜他也去紀元找花腿 這才不是真嗎 啊 我 陛下 趙國公 此事到此為止 正罰了退下吧 二郎 皇上 您還有什麼分別 這個馬蹄鐵的圖紙 是哪裡來的 是我畫的 此話能真 天真完全 該不會是李格那個不靠譜的給圖紙的時候說了什麼不該說的吧 我這還沒說跟我 哈哈哈 二郎 你這個馬蹄鐵啊可真的是幫了朕的大忙了 想要什麼賞賜 儘管向朕提 謝謝皇上 請禀陛下 國師求見 宣 參見陛下 國師此來還是為了向朕請辭過良帥一直吧 是啊 還望陛下體恤收回事物 另行何時至人託付 爸 朕在好好想走吧 朕近日總是心神不寧 夜不能寐 不知國師可有何良方 陛下南征北戰多年 背負命在無數 是以心惹難消 是乃心病 非藥食所以 我大唐天才地堡無數 真的就無藥可依嗎 陛下少安 乘這便補上一掛 看可有解救之法 史書記載李世民不遇 請門外拋磚弄瓦鬼魅浩虎 六院三宮夜無寧客太宗拒之 已告群臣 秦書寶曰 陳平稱殺人如拋瓜 機師如巨翼 何懼赤妹亡兩乎 願同盡得容妆立門一死 太宗可其走 借過無解 這便是朕邪門神的來由 祈禀地下 小旭聽說 今日父皇操勞國事難以入眠 便尋遍了古籍找到一個法子 不需吃藥便可安然入眠 當真 您可安排兩員大將夜晚守在宮門兩旁 您便可安然無憂 附馬所說 淨渡我方才善事的方法不無而可 難道情境是巧合 這麼簡單 您可以先試試 要是沒效果 也不傷大雅吧 陛下 誠以為此法應當一事 二郎有心了 父皇為大堂 鞠躬盡瘁 小旭無德無財 也沒有辦法幫上大忙 只能在這些小事上想想辦法 只要父皇能安然入眠 那小旭也就安心了 看來還是二郎乃忠孝兩全之人呀 朕正多兒女之中 也唯有二郎你是真正關心朕的身體 朕決定了 從今往後便由二郎你來替朕掌管這不良率令 陛下 小而完略 不堪重託 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王相 已是在質疑朕的決定 臣 不敢 那就不必再說了 二郎 收好率令 臣 沒想到 陛下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把不良人叫到了你 怎麼 我請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良人只屬於前 是陛下的心思 所以出現以來 不良人一直掌握在明天方的手 身在教導裡的手 真不是他手指 那看來這個博士挺厲害的 沒辦法 陛下雖然就喜歡那個 光神爭鬼的身體 其實 還是有些本事 畢竟他研究出了厚世音一位奇蹟的腿 也算是個筋骨著風的生活 我可告訴你 你那個手指 對那兒吧 那個馬蹄鐵 是不是女生曾經怪一個夢中 姐 你難道不覺得 劉良的死 奇怪 像這個陰 幸虧我和高陽參悔 那皇帝再生氣 他也不能對自己女兒下手 所以我們參與曾經 你都是村民 所以你有長親 別 其實我總覺得 長孫 人親和皇后 絕對是 我也可以這麼做 你是親和皇家的家族 那代表的是世家 那長孫無稽 又有長孫皇后 怎麼都沒有 那是貴士的外戚 那兩方勢力在朝中 沒有交付 那兩方可能都想在朝中 折掉對方勢力的 是誰啊 哎呀我怎麼說 你不肯定自己想 那要不然 找個親家天下 找我麻煩了 他閒的呀 能想到這一層 你確實不 但是文父 有句話要嘱咐你 爹 您說 無論世族和外勤融合 輸贏對手 這天下 永遠是禮堂的天下 必須的天下 到什麼時候 你都要記住這一點 貴人 父母 貴人 弄必知錯了 我要你去勾引房仁 想盡辦法探討的虛實 你想到這件事情 你還辦法好 養育何用 貴人 貴人 我求你再給我一次救 一個月 一個月 假若完成任務 你會想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假若不難 我會親自結束你和他 不 就貴人不要傷害他 我保證完成任務 哈哈哈哈 最近 這長安城不太平嗎 是啊 聽說有兩天不適了 他那家的許多月 你去看了吧 不能吧 啊 哎呀 再見你吧 王二郎 你這是做事 快出不良出來的屋子上下來 就算你爹是宰相 你也不能在我們不良人府底 如此肆無忌憚 你想逃的呢 煩惱了啊 不良人官邸可不是你胡鬧的 今天看在房相的面子上 速速離開 可以既往不咎 你們就是這麼接見 新的不良帥主的呀 不良帥令 怎麼在他這兒 不知房少 從何處得到此沒令牌 當然是華上可以的 你身為不良帥的統領 袁天師不過沒有根據 這 不良人當小禁見過不良帥 見過不良帥 聽說這個張小禁行事文中 在不良人中威望極高 沒想到這麼是實物 行了行了 把那些虛頭拔腦的理都免了吧 來說說最近有什麼新情況嗎 變不良帥 不良人公計五百人 每日處理長安城事物無數 有沒有什麼不好的事 據屬下所知 城南有兩戶人家 以自求假中七日 據鄰居公訴 是 是什麼 快收 是什麼 快收 是天華 天華 確定嗎 稍微核實 不過八九不離十 那你趕緊去呀 架上幹什麼 帥 聽謊啊 雖然後世紀已經徹底消除了 可是對於現在的大唐來說 那可是一場扯頭扯尾的災 是 犯人 林大人 是天華 天華 這該如何是好 對呀 天華你這日子就有點僵了 荒草 現在他有個高的 辦人 不知 現在該如何辦人 天華我記得是用牛豆播種進行演義 但是只要染上物就是不治之症 看來只能想辦法隔絕了 張小敬聽謊 屬下在 召集所有不良人 封鎖車門 任何人不許進出 記住 是任何人 可是你們不良人沒有這個權限 馬上救了 先封鎖 我車就去面上 是 開門 此刻已是宵禁時間 任何人沒有警局間不得入內 我是不良帅房營 我有要緊的事情向皇室匯報 哟 好大的口氣 防二郎這個時禅為何在此喧嘩 請問你當幫人 沒錯 他開門 我有要緊的事情 向皇室匯報 你讓我開我就開 你以為你是誰啊 我告訴你 今天你不光是進不了宮門 明日早朝我還有禀告陛下 新進不良帅房營醉酒在宣武門外 策罵喧嘩 老子沒空跟你雞雞八八 出了事兒你担不起 你好大的口氣 我就不相信這世上還有我長孫家 担不起的事兒 就你還心境不良帅 不果如此 哎 兄弟 今天可是喝酒過頭了 這宮廷外倒是晃勇 長兄 我有急勢要見皇上 兄弟 你別讓哥哥開玩笑 幸好今天就我當職 要不然我高的紅色案 有得可受的 不是 長兄 我我現在是不良帅 我真的有十萬火金的事兒 我要見皇上 我沒喝酒 好 我相信你 開散門 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謝謝你 你一定要讓我去 那你不得我 你不得我 你不得我 看曉代 你不得我 我別讓你 沒看到你 我要去 就不当你是女婿了 说吧 要是没有真的重要的事情 你这不良帅也就干到头了 皇上 您看 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 属下已秘密调查清楚 而且调动了全长安城的不良军 封锁城南 不错 先封锁南城 此事一半寻有余 恐怕这瘟疫已经 维臣求见陛下 长孙冲 宣 宣 长孙冲进见 维臣参见陛下 长孙冲 你不去守好玄武门 这么晚来见朕 有何要事 陛下 维臣方才在玄武门外 阻拦了醉酒后 策马喧哗的不良帅 本想明日在与陛下禀报 但突然想到 他与城出臂交相莫逆 恐怕 另有办法进攻 因此 维臣特地前来护驾 陛下 防阳他深夜 无故醉酒闯宫门 居心叵测 维臣请指 立刻斩杀此人 你真是个蠢货 你真是个蠢货 防阳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成口舌之力 还不速速复水众轻 看在房相的面子上 陛下 或许能留你个全尸 闭嘴 来人 给这拿下 防阳 你完了 陛下 这是何意 张森冲 你不说 朕还不知道 你居然如此大 不良率乃朕的左膀右臂 朕在京城的耳目 有任何重要事情 可以向朕直接禀报 陛下 王英他不过一个顽固 而且他才刚刚上任 能有什么钥匙 你没有主意 这日起 剥夺长森冲 一切爵位与职务 打入大理寺 等候发落 陛下 我错了陛下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陛下 长森冲啊 你爹怎么能有你 这么个白痴儿子 王英 你记住 赵森家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 来人 宣大 进宫 二郎 是 这么晚叫大家来 是长安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郎 你来说 长安城里最近发生了天花 陛下 老臣认为应当迅速封锁城南 再属后继 不过梁帅已经实施了 现在城南已经封锁了 老夫历来都知道 房间二小子不错 现在主要商量的问题是 接下来如何办 陛下 据老臣所知 天花病无药可治 传染几块 无法预防 是啊 那年洛阳犯了一次 德毙的那几家人 全部都死了 幸亏我老兄跑得快呀 世人皆知 火焚可以指天花 我操 这长孙老狗豪瀚 意思是这么多人 直接少 你老匹蜂 我们都知道你医险 没想到你狠东这击 那么多条人面 你说说就说了 我也不想啊 若不及时止损到时候死的人 可就不止些了 可笑 染上天花的都是我们大唐的子 你凭什么决定他们的生死 数字无理 若不及时止损 难道要整个长安 甚至整个大唐 给大仙人陪葬 我能治天花 闭嘴 陛下 请陛下饶受臣子 十年治罪 如此大事 只能说饶就饶 方向 你将陛下置于何地 陛下 房门家二小子年轻 但是法度不可费 我看就小蠢大脸得了 我真能治天花 二郎 朕只当你是戏眼赶紧滚 若是再互闹 朕绝不轻饶 天花死争 千古难题 从未有人能解决 若能真的预防天花 真是要万家生佛了 老夫以后见到你 也要 躬身 行礼 那就这么说定了 皇上 不良帅房盈 请旨 你不想活命 哎呀 爹 忘了我跟你说我做了一个梦 放心 儿子有办法 你确定啊 我确定 那 文夫就把整个身家压在你身上了 放心吧 走走走走 陛下 陛下 房盈大放厥子 臣请陛下获得此子之务 我要是能治好天花呢 若是你能解决天花 老夫日后见你退彼三社 不够 那我便拿长孙家 朱雀大街所有商铺做赌注 好 一言为定 我要是做不到 我就自裁于朱雀大街 这可是你说的 殿中诸供均可作证 好啊 来 居长没事 哎 二郎 既然你已立下谷约 那朕便赐你金牌一枚 持此金牌 在长安城中 玉林军均可调动 朕给你七日时间 这七日内 你可自由做主 建令如朕亲临 微臣孙子 陛下 犬子犯下弥天大错 想必此刻悔恨不已 老臣请旨 有长孙冲在一旁协助 不良帅办事 没有这个必要啊 您这长孙公子多惊慧啊 哪会听我喜欢你 准 你二人年龄相仿 自应互相扶持 便由长孙冲来辅佐你 李二什么心态啊 长孙冲可不是擅长 这么重要的事 就偏要弄人来的了 是啊 小子 你自小便难道忘卫 老夫只当你是年少闷者 可是今天这次难办呀 陈伯伯您就放心吧 这小子呀有办法 天荒自无便难以预防和治疗 自求多福吧 还有防着那长孙小应人 您放心 唉 贤侄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年纪轻轻的便要因狂妄而允命 作为长辈 真的好心痛啊 长孙伯伯 您还是关心关心您那个傻儿子吧 听说那大理寺的环境可不太好啊 死到临头很嘴硬 长孙伯伯 你也回家准备一下房 去过两天 我可就来收房子了 哼 你还疼得死呢 还知道什么叫天荒地豪地 哎呀没啥 天荒地 大人 事情进行的如何 房上赐给我们的金牌 往后七日之内 常常所有的人 都会为我不良人办事 让步 太好了 可是大人 这毕竟出添花 我们下来该怎么办 哎呀 现在当务之急事 我需要休息一下 大人 事情现在如此紧急 你怎么还有心情休息 哎呀急什么呀 我已经有解决的办法 你现在呀 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找牛 这 找牛 大人 此时万万不可 在我大堂 牛是不明吃的 谁说要吃牛了 我是让你把全长安长 所有的牛都观察一下 找一找哪只牛牛肉上找豆 把所有的找豆的牛 带到我不良人观 何其妙谬 这都火烧眉毛了 芳阳 你还有如此变态的要求 就 出来了 好好让 县令让你辅佐 他们就给我把嘴 闭上 好好听话 你要是敢坏本官的好吃 力战不扰 算什么东西 也敢指挥我长孙冲 那这个算什么东西啊 啊 好好听话 别搭乱啊 别忘了 别忘了 你现在只是一个没有官职被贬的树面 你 芳阳 你等着 老子早晚让你付出代价 我等着呢 我就 是 站住 有屁就放 你 怎能说如此 醋鼻之语 我问你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拆遣不良人 遍布长安城去找牛 这个时候不应该加紧人手 去封锁城南吗 我就是看在皇上 让你辅佐我的范儿 最后一次教你做事 封锁城南的事 已经交给玉林军接手 当下最重要的是 不良人找到解决天花的办法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顾索又要严他 就你这个智商真没有必要 知道 你就好好听皇上的安排 在我身边当一个惊艳宝宝就行了 不管你干什么 肯定不会让你得扯 房大人 我家主人有请 你家主人谁呀 您自行前往 一探便知 走吧 阿尔朗看什么呢 什么快过来 你怎么来了 行了啦 有家平常在有 二郎不在意也是应该 帮你永迦挂念二郎 知道消息后 接力能赶来 姑姑 你最好了 姑姑 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自己了 在二郎心里 姑姑是最完美的 二郎 你怎么可以找顺家打如此豪赌啊 天花可是绝正 去如何能赢啊 我既然敢行之 就肯定有把握 可是 要不我还是去找房间哥哥 让他收回成命吧 我只想二郎平平安安的 傻瓜 那可是圣旨 还有那么多大臣见着我 没事的 再说了 我还没有多给你赢房 这么想死 一郎 你要想要 我今晚就给你 今晚 二郎说了算 大人 你学习的课 哎 那个 得到没有 已经彻查了整个城南 共有十五户人家 得到城 这么多 这么多 昨天不只才有两户吗 那你又找得怎么样了 能没有能够 这个 哎 房大人就是厉害啊 拼一己之力 就将整个不良人的名声 弄得是臭不可闻哪 怎么回事 大人 不良人们得到了你的命令 只要一进到人家牛堡 就趴来那 看牛的那里 现在整个城南都在传 你也有怪癖 那 这个 的确是我疯了 不过这个事是 整个这事情 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到底找到没有 找到了 城西有一个牛棚 里面所有的牛 都得到天花生走 耶 带路 我倒要看 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人大人 这个牛棚是你们的 是的大人 这所有的牛 都有牛豆 是的大人 给你们记大功一剑 这两件 嗯 去 把牛肚哥哥看 上面的牛眼 站在刀背上 是 哈哈哈哈 王大人果真是异想天开啊 牛豆和天花 这一个是牛 一个是人 你妄想研究牛 豆来治疗天花 哈哈 你怎么屁话子嘛 啊 你懂个鸡毛啊 这东西 是整个朝阳城的命脉 何其荒谬 我大唐的命脉 就细在这牛豆之上 我一定禀告陛下 治你的不敬之罪 还你说那么多干净 二人 就是这样 来站上去 用刀 把这拉脱皮 把牛也挤下去 但是 此时万万不可 属下气场像大人动刀 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呀 让你搁你就搁 这命令 不是大人齐聚合议 这叫疫苗 我把牛也挤到伤口里 我就能得上牛豆这 得了这种病 一生隔绝添花 大人此话当真 我堂堂不良大帅 我拿这事跟你开什么玩笑啊 来 快搁 慢着 既然以身试图 前任属下替大人挨着一刀 哎呀 你可拉倒了 这办法是我想的 肯定得我以身做做哪我事啊 你不搁我自己搁 你不搁我 你不搁我 你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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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计啊 只去一日 明日 我们就去城南的疫区 那个 那个 那个长孙超跟你说什么废话啊 不用理他 是 是 三颖 你给我站住 主树 你从哪来 要去哪啊 关你屁事啊 你不去找那个突驴团脱经 老管我干嘛 你不去找那个突驴团脱经 你 你这样 你竟然敢跟本公同事说话 本公与那编辑大师就是 打住 打住 你们的屁事我一点不敢进去 有事没事 没事我回去就要 哎 方盈 本公听说你和舅舅打赌 既然赌上了性命 就为了那几件商铺啊 你要是没钱 可以和本公说 本公赏你便吃 哎呦 哦 这公主殿下可是太大方了 那对自己的福祉 是说上就上 出手阔阔 微臣福宝 享受不起公主的恩惠 白白了年内 二郎你醒了 现在 什么时候 已经三更天了 你一回来就昏倒了 我费了好大劲 才把你弄到床上来 这件事情要向我做东西 你堂堂公主 怎么能做这件事情 在二郎面前 永迦只是姑姑 是二郎的女人 不是什么公主 姑姑 二郎死生 二郎 我知道你是钟情义的人 你要先好生休息着 养好身子了 我再好好伺候你 那今天 我想做你上次不愿意做的那个动作 二郎你好坏 都依你便是 不过大宝 房云那边如何了 据下面人说 不良帅昨日便前手下 满长城找牛乳上长了豆的牛 今日赶早就去了 当场用刀 蘸上牛豆叶 便划破自己弄在伤口上 啊 怎会如此 不良帅说 只要得了牛豆 发烧一天 便可不再染上天花 此言当真 奴才不知 不过不良帅染上刀叶后便注进了永家公主府 高烧昏迷不喜 他去永家府上 他一个直婿竟然与姑姑苟起 成何体统 高阳何在 高阳公主在永家公主府外与不良帅碰过一面 但是不欢而散 而且 而且不良帅与高阳公主从未同房过 高阳公主上次履佛 与四中僧人 与僧人怎么了 快说 高阳公主与四中僧人独处一室 不良帅闯入时 二人衣衫不整 好大的胆子 陛下 手下人在收拾草炉时 闻到蜜香的味道 查出是谁的手笔了吗 是 太子殿下 知道了 此事暂且放下 等房英那边的消息 之后 朕再与他们一个一个算总账 明朗你醒了 我已经醒了 我现在呀 要出去 干事了 二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已立于一百 走了 走啦 嗯 这自我现眼的面子 马上上之后 这性格在你的地方啊 你要不是我爹 我高低跟你交来就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 都真是三眼 等着吧 小燕要不了多久 就站在那个位置 上堂 无皇后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宗安心平身 佛良帅 你身体可康健了 回皇上 微臣身体也无恙 很好 那接下来 你打算如何 嗯 微臣打算去天花泛滥之地 实验一下疫苗的功效 陛下 全子无知 请陛下数据 陛下说的 故事真好 陛下 不良帅勇气可嘉 忠君爱国 老臣请陛下 准许其要求 长死老狗 那可是天花 我儿子要死了 老狗 于你不服休 王大人 这可是贵公子亲口所言 难道你想让他 背上欺君之罪吗 房盈 你自己说 为何如此 既然 我的牛痘已痊愈 说明我就不会再感染天花 嗯 这个事儿也是我提出来的 那就让我去实地 验证一下 那不就都证明了吗 好 那朕便依你所言 天花最多三日 便可出现症状 三日后 朕在这太极殿 等你凯旋 哎呀 爹 你就放心吧 儿子今天 一定给你争一个 万事之名 那 皇上 那时间就不早了 那我就先去吧 去吧 若是成功 朕赐你 世袭侯爵 封你为 一贫光露大夫 陈就在这儿 先先过皇上了 天灵 你可生了个好儿子 谢谢 大人 要不就属下去吧 你可别废话了 你又没中疫苗 你去了不找死吗 对了 哪个宅子来着 前方四十五 全都感染了天花 左边第三户 左边有没有了气息 二 小董 老子为了丑人头 也有难品 如果既然是看 那这种片是假的 老子可就这有本 管他呢 反正这一事也是败钱 老冯家对的也不错 走走 对了 三天后我要是没出来 跟有家公主说一声 就说 就说老子是个渣男 以后 让他好好生活 好臭 这全是尸体的味道 这终于有时间读乎 不知道前世的他们过得怎么样 不过我家来了 我不能白来 我才闯出一片天地了 这大唐表面看似 其实是暗地的拨头 李重前 李开 高阳 他们这户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他那么多 吃美梦梁 怎么咋就那么多 黑暗黑暗 杀 你 跟婚也丢来 婚也拨 山也发抖 鬼也哆嗦 走出的通天 大闹 我 这三天 睡得可真舒服啊 嗯 姑姑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啊 我每天都在这里等你 不是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你看你看小圈都重成什么样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们要来甚至回来 走吧 这是谁难道是家里人不应该啊 美术 驸马爷陛下前奴才在此等候 让您出来后务必第一时间进攻走吧 不良帅房氏二男方赢 深仕毒 彻底解决了 深毒千年的天花绝症 可赏冠军侯爵 一品光露呆 赏黄金万两 哇塞 这就一品了 那岂不是老头子之上 只剩那么几个人了 二郎干的漂亮 此番事成 天花将再无威胁 还不行 好好好 姓皇上 皇上忘记忘记 忘记 好了你来吧 是朕的女婿 一家人 不必多礼 皇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该培育牛豆了 把牛豆的牛业呀 做成疫苗给大家接种 以后大汤再无天花之用 哈哈哈 剩下的 就交给太医院 你立下如此大功 证许你休息医院好好休养去吧 休养活动 公主 把你再手机换你头 虚然 姑姑 看你来了 你们聊吧 姑姑去分工晚上 晚上留下来吃 是姑姑 好你的房子了 我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当我姑父 哎呀 咱两个论各的呢 我叫你哥 你叫我姑父 啪啪你这么弄高杨怎么办 我打死一个无事轮易的好色 别跟我提高杨 是他不守复杜在线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你要是把我当兄 以后就不要再拥挤了 高杨这丫头 疼巧就骄傲 我总觉得这之间有蹊跷 蹊跷对了相互 难怪这几次他见我表情不太符合人设了 兄弟 你这是做事 啊 你专程来我这儿啊 找我什么事 昨夜太子找我 跟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说什么远大报复之类的 我绝对不对劲 特意来找你商议 你的身世 特是众人皆知的 随阳帝阳广是你的外公 皇上陛下是你的父亲 那前朝老臣对你是爱护有价 说这些干嘛 说这些干嘛 你知道的 我只想当个贤嗓王爷 安稳一声就行 我知道太子想造反 说这些干嘛 什么都敢说 他敢做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你成前自从摔断腿以后 性情就扭曲 喜欢穿突厥服不说 还有龙羊之好 历史上就是贞观十六年造反 你就告诉我 你想不想当皇上 我真不想 干我这么想 你想不想救太子 二郎 可以的话 救救成前吧 姑姑 你支持我救太子吗 虽然不清楚你是怎么知道的 但既然你说了 那太子肯定要造反 虽然成前这些年做事荒唐 但是对我始终礼敬有加 明白了 我答应你 一定是太子 大人 您不是在休憩中吗 为何来观点了 不少了 让我去塑料堆呀 好 如果带人去的话 很容易起床 人不能 跟我走 大人 他来干什么 你转手没机会拉拢他的 快快有请 拜见太子殿下 哎呦 媚婿被如此大礼 快快入座 恶心死了 老子被兔也玷污了 不知媚婿 忽然造反 所为何事啊 媚婿为何如此盯着姑看 是姑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太子啊 不想死 就得造反是吧 方盈 你可知 仅凭你今日所言 莫便可面对房室买门 都不是傻子 我既然敢来 敢说这话 就有我的道理 太子 这房间要是如何 实际我们的结果 要不要 那许语都官知已挺啊 说话还是如此孩子气 下不为例哟 方盈 你是如何处理 那你哪子啦 这是可以 你的仪仗不过就是西北侯大兄弟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伯仲 重要的是我先来的公公 你是太极殿 方盈 其实哪怕父皇责法 高阳买月 我也必须除了你 你知道的实在太多了 你都不贵 你不贵 你不贵 我最后一次给你 冻冻你那被捧上的脑袋 洗脑的脑袋 为什么 为什么敢说这话 大胆 你个前子 成在直呼太子爹上明慧 你爹注定是前提 我知道你我不敢 也知道 你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荒康的关 可你扪心自问 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不能赢 我冻入围城前 自右边为了这个位置而努力 你太算个什么东西 现在跟我想说一样的待遇 啊 就凭你爹是千古一帝 他就是你只眯着眼盘旋在大康之上的巨龙 你认为你做的一切能满得这方式 父皇 父皇全都知道 二郎 先让一切都在你眼中 跟我帮你 事成之后供奉你为一字兵将王如何 啊 你还在吃 就是十个我绑在一起也不是皇上的对 更何况皇上对我房价不错 我没有你 那你就放过我杀了你吗 太子呀 要不是你姑姑李家求情让我饶你 我参了 姑姑 好好想想最近的底报 看看最近的朝廷洞行 大将军李靖遇持功 秦书宝还在 咱们确实许久没见 难道 没错 陛下其实一直都在等着你们东西 至于侯军提 半时间 大概半个月之后 就被押往成爱 我们一切都在父皇的算计之中 王伍还自认为胜券在握 既然父皇都知道 那或 既不是死了一条的吗 那倒也不至于 要不然 也不可能在这儿聊天 那我该当国客 二郎交入 简单 这第一 断绝和侯军敌方的所有联系 并安排人去捉拿限制 第二 明日早朝 复京请罪 主动辞去太子之位 什么 你让姑辞去太子之位 对呀 找一个远点的封地 好好过日子 做一个附加工不好 怎么这样了 我跟李太斗了四年 就这么便宜他了 李太太没戏了 上次突军人刺杀他 对 那个畜生 赶紧迷迭乡算起高杨 要不是你及时闯入 高杨的名声就毁了 这是什么 什么 不是你救的吗 原来 离开 算起到老子同事 一定找你算成 哎 我说的去做吧 我得走了 最近 收拾一下吧 咱们搬家了 黄阳 黄阳去了太子那儿 是的 不良帅带着属下 不良人 张晓静 全无武装进了东宫 黄二郎啊 黄二郎啊 黄二郎 果然你是个姓名 你罢了 他以为全副武装 不能 取过果 嗯 他等此人 都聊了何事 属下不知 咱们在东的眼线 已被除掉 不用猜 对吗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对了 实际准备了 还许三月 方克准备完散 事故已迟 看着几位大将军 被太子侯经纪牵制住 我们尽客启示 说了 公主驸马爷来了 驸马 谁的驸马会来我这儿 是冠军侯爷您的驸马呀 房颖 房颖 让他进来 树儿 你喝醉了 我喝多 我已经看过了你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王上进族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见识 边见什么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我结婚两年 仍是处子之生 舒尔 二龙 你是舒尔的夫君啊 我就算再忍心 再高傲 我也守抚到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 舒尔 对不起 是为父不对 经历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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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久的感觉 经历的旧城市 难道 这就是变大人造成的道具 真希望永远都不会醒 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从变大人造成的 你怎么做呢 是 要乎 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怎么做 你怎么做呢 看这个 若是若是若 那灯屠子 我就是一个不守复杂的宝货 哪能配得上冠军侯爷 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 那天在茅草屋 是李泰安排你的侍女 点了迷药 要不是我及时闯进去 那恐怕你就陪他们 我的婢女啊 不可能 他们俩从小就跟着我 而且清夜还因为都乱死 清夜在死之前交给了我证据 我也安排人在四处调查 现在证据确凿 李泰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想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那四哥为什么这么做 他要造反 包括太子也是 但是被我及时劝阻放弃了 以前是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 原谅我好吗 不原谅 我说了那么多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父皇 父皇 儿臣有事起奏 太子何故如此打扮 我大唐太子是做了何等天怒人怨的事情 要赴京请罪 儿子被陈国公托军击辱 但下拟天大错 此就无法拟辱 恨请父皇收回太子之位 太子殿下慎言哪 你可是大唐的继承人 怎可轻易放弃 舅舅 城前自知财书学浅 德行浅德 无法继承大唐 儿臣恳请父皇 叫儿臣发至卓州封地 到封地以后 儿臣一定用毕生所学 造福一方 朕问你 你真的想好了 儿臣以深思熟虑 往父皇扛去 既然你已经考虑清楚 也在酿成大错之前 幡然醒悟 朕便依你 以后好好做个闲散王爷吧 儿臣多谢父皇 不对 红帝也太难了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内的 不愧是 千古一帝唐太宗 陛下 太子虽有错 但悬崖勒马为时不晚呐 恳请陛下再斟酌一份 赵孙大人 承行自认财书学浅 为何不顾紧逼 太子殿下 老臣知道 你都是受着贼死蛊惑 才会做出如此不治之事 赵孙大人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只不过是跟太子站下聊聊跳 并没有设计什么储君之类啊 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 你 法二郎 舌尖嘴利 太子世世未深 受你蛊惑那是自然 你别以为 老夫不知道你做何打算 长孙大人和连纵横 将这朝堂当作战场一样 那是所向批你 那太子殿下只不过 不愿意跟你同流合物 不愿退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可真逗啊 够了 都闭嘴 既然太子已经做出决定 那便依他 此事就此作罢 退朝 恭喜二郎 恭喜 哎呀大舅哥你客气了 到了那边呀好好生活 多开枝散叶 你仍然是李家的公主 对不对 借你激烟 走 高阳来了 父皇 父皇 您就是太过操劳了 哥哥既然做出了决定 那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不知道他跟太子说了什么 竟然让我大唐太子 放弃储君之位 高阳啊 你怎么就没抓住 这么个好的如意郎君呢 谁说我抓不住的 哦 父皇 二郎 在外面等您召见 二郎 这可是朕 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呀 父皇 好了好了 让他进来吧 微臣参见陛下 好个房二郎 你可知对 方阳 你厉害 朕可是听说 你对朕的女儿一直十分冷淡 害得高 你整天烦我 啊 这后你老是啥意思 就这 啊什么啊 果然你以为正为何生气 啊 对对对对 之前是小人不懂事 然后高阳公主就被小人 算计了 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但是现在 误会都没有了 那就就 从归约好了 人算计 细细说来 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有一天呀 我路过一个茅草屋 然后一进去就看见 也没有什么 后来都解决了 狗胆包天 来人 公主侍女和便宜和尚带来 朕 这首何人之时 算计了大堂公主和冠军侯 没有人之时 是小僧 既以公主美貌 贵乐侍女 联合下妖 看来是不见棺材 不要累 上行 别讨论 我这 是偷绝 我们是数 偷绝之时 看来李太能和太子都做的 确实 没有真本心 手下居然这么重心 好个同学 手都伸到长安来 拖进去 腰斩势众 陛下饶命了 陛下饶命了 是小僧 色役信心 陛下饶了一命了 陛下 高阳 战如此处置 几个消了 儿臣谢父皇主持公道 你呢 战的冠军头 如此处置 你可满意 满意 满意 全凭陛下的主持 好了 没事 就下去吧 嗯 你们小夫妻啊 现在赶紧给朕生个小外孙 才是正礼仪 陛下 为王殿下求见 让他进来 儿臣见过父皇 清雀来了 合适 儿臣听闻父皇 投机父皇特来探望 哎 我说清雀甚至孝顺 不错 不像你们俩 整天就知道气阵 皇上 您还是之前的投机吗 我说的方法 不知道您试了没有 政务如此繁忙 哪有时间呀 那不然儿臣 差人替您去办 也好 去吧 好 等等 父皇 儿臣斗胆问一句 是何种方法呀 就是找两个 酒精沙场的老将 站在陛下的门口 替他守夜 心急就会自愈 荒谬 父皇不过投机 子不语乱离怪神 怎可儿戏 看来这李太是打算撕破脸 也不知道他依仗的是谁 历史上对他的造反语言不详 声势比起李生前差远了 嘿嘿 说一句 魏王殿下 皇上投机已久 看遍天下名医 仍无治疗方法 这是我和国师商量 共同的对策 有什么不妥 我李家世代投机 难不成都有心急不着 够了 你们的一片孝心 朕都知道了 清雀 你可有何良方 父皇 儿臣听闻 意愿方外 有一位和尚 能有通天智能 此人生死人肉白骨 儿臣已派人 前去邀请 等那和尚一到 父皇 您的投机 自然就能痊愈了 真有如此高人 徐皇 陛下 国师求见 参见 参见陛下 我是 一可算的 陛下此弹药 行到刚刚炼臣 通往陛下投机复发 急忙改变 辛苦国师了 弹药 难道 怎么 管就好 你这次坐下 你可是这弹药 是何等珍贵 为了练着一路丹药 我守在这丹路旁 整整齐齐四十九天 方英 死丹药 如此珍贵 你 你居心何在 难道 你不想见到父王 投机欢姐吗 方英 看来是这对你太过欢迎 今夜的事情 你要是不能给朕一个满意子呢 这 会让你真会默契 微臣以查明明投机的原因 您是心急为主 气血充足为辅 国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此丹药的主料为朱砂 再加以水银进行炼制 对吧 并 此丹 那平道不传之力 你是如何得知的 还不传之力 我看 此丹就是毒药 不可能 千百年来 我到家俱使炼丹修炼 冠军好 你我无仇无怨 为何你如此诋毁 不错 报家外丹 传承千年 岂能要你随意诋毁 陛下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让手下捉一只家禽来 是 你 你大胆 你把父皇比成家禽 父皇 快快下旨 战杀死了 这咋要看 他搞什么鬼 去 抓一只鸡来 父皇 我李家尊重道家 怎能违背祖宗 大胆 父皇 儿臣网颜了 陛下 你 既然皇子 皇后娘娘 找高阳公主有要事 父皇 儿臣 先行告退 去吧 国师 一切以陛下的身体健康为主 请国师健康 陛下 陛下 陛下受罪 平道真的不知道啊 此单方来我祖室师们 逼传自己 平道足足卑卑都在吃啊 老你个牛逼子老大 竟然给父皇 我不要 是吗 谁来 你来的 国师 你确定此单 与我似无异 陛下 无异 此单 此单平道量下 不像百变 不会有毒 那朕一直吃的 就是如此剧毒之物 陛下 微臣认为您龙体健康 气血冲突 但偶尔身体会有细微亏空之时 这些丹药虽有剧毒 但不致死 也会让您感觉有气血膨胀之感 那你说 这该如何是好吗 其实您只需去除心计 平时用膳清淡一些 自然就会权益 原来如此 既然你有方法 那就去安排吧 朕 听你的 是 父皇 这 怎么会拭目了你 你这么一个阴险 狡诈的儿子 是 父皇 好了 去安排吧 其实 微臣早已安排了 两位将军 此时 已在门外 你 二位爱情何故如此啊 为朕披荆待悦 朕何德何能啊 书宝 您身子虚 有时有个闪失 朕真是 老臣为陛下 就算干脑涂地 也在所不辞 您为何不早点告诉朕 二位再次等候 朕要早点知道 也不会让二位爱情 等候如此之久啊 李世民不愧是千古一帝啊 三两句话就能守满了人心 现在 就算两个老将军立马去死 恐怕都不会含糊了 您看 现在二位将军已经到这儿了 您就早点回去休息 您只要心里想着 您的门口 有两位盖世英豪为您守满 任何赤卫王俩都无法进山 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朕 便在梦中与二位爱心 再战沙场 待朕明星来 我们不军不归 不将礼命 快乐 唉 关荃 这是好生阴险啊 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万一黄楼一会 死了 但我还得回来 今日真是多谢侯爷及时发现 要是陛下朝会一次弹药 那到家便是完了 多谢侯爷 哎呀 侯爷生于此嘛 你不是话谁如此 侯爷自我平靠的事实 这些呢 虽是一些 但也是平到一点心 还望侯爷们手下 没必要 这真没必要 那个主要是 张小谢我啊 他这图怎么可能 这图的一图 什么 这图的一图 是频道行动车锁 哈利南传 这世上呢 你只有频道知道 哇 那叫 让果然说我没有见证 你说话 原来如此 看来 是祖师爷 公于侯爷 让侯爷 帮助频道 完成推配图的 侯爷你看 使徒便是陛下 叫频道推远 大唐国语 后来 我与徒儿 与重逢 合力推远 这六十幅图 暗和天干地 比如这幅图 此图有二十一颗果子 陈年约 错过雷历 莫名其数 一国一人 既兴既故 意思是说 我大唐将为二十一子 我每一上 我是这个事儿 只经理我最后 那 就这个 这幅图 是指将有五姓余子 乱我大唐 陛下得知消息后 便把公宗五姓余子 都感动了你孤雁 卧槽 这也太神 可如今我来了大唐 怎么能让一个弱女子 阻得皇位呢 算了 就太疑 与未来的皇帝理智 结个善也该 那 侯爷有何见解 咱且不说 这个姓武的女子 是不是能护乱大唐 哎呀你看现在 这大唐国士正义如日中 这是万国朝朝 一个座女子 哪能护上心 那 可是 哎呀 晃起来说 如果真的这个女子成功 那也是顺应大事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 把她扼杀在头了 那她以后要是真成了 那你们到家 偶枪呢 哎呀 对呀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侯爷 听到该如何是好 啊 办法倒是有啊 你这样 你一天呀 去面前皇上 你就跟皇上说 算错了嘛 对不对 谁还没个错 是不是啊 你就说你算错了 然后再说 这个女子多么多么可怜 那陛下子 那就把她放了嘛 这 但是 这 这是你一天命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这 那是天命重要 还是你的 倒下欢呼吗 你们重要吗 啊 这点我小 我还有事 我先走吧 嗯 不 啊 啊 嗯 是 啊 氮氧 什么呀 本王乃是晋王 李是理智啊 对 确实叫李智 殿下孙子 嗯 微臣吗太疲惠了 请殿下见了 无法无法 还要多谢冠君后 帮助父皇 睡了个好觉 解决了心结 那是微诚 分内之事 不知道金王殿下 找我有什么商 格局好 在下呢 想要求你办件事 哎呀您太客气了 有事您直接分头就行 本王看中了一名女子 但是因为古诗的挂象 流放到尼古安了 所以想请冠军侯 在此终选一二 哦 那这个事恐怕您说吧 那不是 那不是父皇已经 将他处死了 不是 昨天夜里啊 我已经跟国师说过了 国师呢 也跟我解决了中间的误会 国师今天就不面相 跟圣上说 他的挂象是错误的 陛下人后 死案就放了 当然 那本王就在此 多谢冠军侯了 哎呀殿下陛下 您要是没什么事 我去瓶子里坐吧 当然请 殿下 您可是先皇后所生 那是陛下的嫡子 现在这土军之位空缺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 管军侯盛言 本王只是先皇第九子 即将也有魏王 我们皆是义母所生 李太 还不行 魏王哥哥他从小就饱读诗书 又深受父皇喜欢 他怎么会不行啊 我说他不行 他肯定不行 等一下 不是我跟你吹啊 就我手里有很多 魏王的恶劣行径的 但凡有一条让皇上知道 他这太子之外 错过了 那岂不是 那不对啊 但王前面还有好几个兄长啊 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你就告诉我 这个位置您想一想 想 我李治乃是先皇后所生 又是父皇嫡子 从小便学习文桃武略 怎会不想 我知不知道 那你就听我的 没事啊 你就去找皇上啊 聊聊正事 聊聊 里面百姓的事 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找我啊 上家里面 可是呢 这魏王势力大 自从大哥辞去了太子之位以后啊 所有人都认为啊 这太子之位必是魏王的 那很多人都暗中投奔他了 我当然知道 但是 魏王成不了情 你老君我所言甚至啊 你回来了 皇兄怎么样了 哎呀 有你的二郎在 那自然是首到前来 皇上的头脊啊 解决了 太好了 哎 对了 刚快儿来了你没在 他留下一张情点就走了 你这侄儿也太孝顺了 那亲自来府上 送一个窑子的情景 你没有骂他了 我哪能管你们干侯爷的事啊 哎呀 啊 姑姑 抱 姓 在二郎的心里啊 只有你和高杨 高杨 你们不是 忘了跟你说了 看是这样子啊 是吧 无聊本来这样子 哦 原来说是这么不容易啊 二郎你放心 勇家不是不懂事的人 从你以后我会和高杨好好相处的 绝对不会让你后院起火的 不得真好啊 姑只共是你负财如正 我负财如正好啊 好啦 我要休息一会儿 晚上呀 还要去试会看看他们怎么个张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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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啊根本就进来找我 这也太无聊了 我们上楼找试试去 去吧去吧 那你帮我写你也不帮 早知道不叫进来了 走吧 文公主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这不是来春梦楼了吗 得过来看看 我这老乡好啊 既然是老乡好 那为何房公子自上次之后 便一次都没来看了 你也是个薄线管限制 那你可是误会我了 我这不是公务繁忙吗 这一有空我就来看你了 你们这次精心设计上我来 这外面是刀副手 还是弓箭手 公子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刀副手弓箭手的 这不是只有那么二人 你难道 我终于这最后一次 见面的机会吗 我知道你是那样 但是本公子别相信 你怎么舍得这样的美人 相相遇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光知道你是魏王的手枪 还知道魏王挟持你的妹 要挟你 还刺伤啊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打算如何处置你 我要是想处置你 你还能站在这跟我说话吗 好了 我今天晚上来啊 就是想看看这个魏王的密探 是个什么水 哎呀 听我一句劝 魏王快完了 好好嫁给人过日子 怎么这个人还 怎么他还能骗我 谁 不关你事 跟我王叔一声 我来过 哦对了 马上我的手下 就会把你妹妹 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 坐那边 什么事啊 魏王派人从方外之地 请来一位得道高僧 正在为陛下炼丹 陛下特意请您前去观礼 这个老和尚 是不是拿草和鱼 妻子会上 还是不是说 他已经七百岁了 陛下炼丹 快说 是 来人 被猫 那居住张小权 让他集合人马 到皇宫外面集合 走 皇兄 这么急事要去哪 放开我 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话 我不想跟你说 皇兄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父皇太过霸道 且毫无人情可言 情怯才华出众 待人和善 他才是值得托付的靠山 你什么时候归顺为王 我只是想活 被王拥定了 我怕 看来 这大殿周围 男生你们的人 对 你这样走到这 走是不可能了 归顺为王 才是聪明人选择 黑哥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感觉到 你是这么的愚蠢 不蠢 我当然蠢 我不蠢 我怎么回到今天 你觉得你厉害 装傻比我厉害 才华比我出众 我只想当个闲嗓王爷 又有什么错 这 这 我在最后分手 是 先和我们 冠军侯来了 他已经睡下了 他清醒之时 已经把皇位还于本王 你 是 方阳 你装傻 一直为何不装下去啊 那样我就按照我的计划 你与高阳公主一起谋反 一起杀鱼 何必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 你已经胜券在我了 整个皇宫 已经被本王掌控之中 你和父皇的命 都在我的手中 为何不胜啊 愚蠢 皇上只是婚姨 过一会儿就会行 我大唐这么多名将 你一个叛逆之徒 而且 你只是霸占了皇宫吧 宁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 只不过是派出去的看家狗罢了 上次已成前谋反 派出去就没回来过 不然 我哪有机会趁虚而入我 别问了 实话告诉我 那是贺鼎皇 他现在只是昏迷 不过一炙香的时辰 被死无疑 到时候 大唐的江山就是我的 就是这么的 哈哈哈哈 陛下这么精明的人 怎么能有你这么白吃胆 你给他吃的是何吗 牛黄解毒爱 之前没事的时候养生做了 要不然 给你也来一颗 牛黄 你不会真以为天下剧毒 单凭牛黄就能给解了 对啊 贺鼎虹只是身重的 单凭牛黄是解不了 那如果再加上菊梗 黄芯还有甘草 混在一起就可以解了 哎 真难为我这个文科生了 来古代 我又得学化学 还得懂医术 你怎么喝点红给解了 显儿一见 二郎 怎么你也在此 朕刚才睡着了 父皇 此时方盈与这妖娄勾结 不害父皇于你 父皇速足下令 就杀逆辰 哼 轻劝 父皇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实话 而神说的就是实话呀 朕给你尊贵的地位 给你最好的教育 却始终无法教化 爸 爸 关君侯 朕命你即刻诛杀叛贼理害 是来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以为你醒了 这王就输了吗 我没有输 速速将李世民 王莹 自保人拿下 当成割杀 快啊 这抓起来 哎哎 你 你们大了大和 你们即刻背叛我 我是大唐新皇 你们都得听于真的 你输了 我没有输 哈哈哈哈 我已经将皇宫团团围住 你们还不听命于我 要不然我将你们当场诛杀 全部诛杀 放 陛下 汉军已消灭 领头的乃是掌声无忌 你掌声冲死 好 察觉背后 去杀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是 你是在西北讨伐最后期吗 怎么在这啊 啊 听去啊 你太自负了 你以为你比天下人都聪慧 却不知天下人 并不会都跟你说实话 朕就想看看 看看你跟成前 继续蹦他 看看你们 能走到哪一步 原来是一切都在皇帝的算计里 好可怕啊 连亲儿子都算计到这种地步 你不仅自负 还愚昧无知 房宁 是天下奇才 在他装风卖傻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废物 在他声明确起的时候 你仍然当他是一个废物 你大哥就不 他靠着房宁 最起码捡回了一条命 这是父皇最后一级消灭 下辈子 别这样 父皇 父皇饶命啊 父皇 我是您的亲爱人 所谓虎头梦始祠 您先像我一样 发飞边境 我求你了 父皇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判贼拉出去斩首 要亲亲 你懂什么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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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你错了 众爱卿 家门不幸啊 陛下请稷 二郎 这次多亏了你 这 虽然早有布置 但是清雀 却在普通药丸中 加入了贺顶工 真意识不查 差点酿着大错 说吧 你想要什么傻子 陛下 微臣有一事强求 望陛下成全 说吧 要不是我大唐没有异姓王 朕都想封你一个王位作主 臣请辞 什么 皇上 臣 请辞 什么 再说一遍 皇上 臣请辞 二郎 你立下如此大功 未来 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乃我大唐的公公之臣 为何现在请辞 皇上 臣 无心朝堂之事 只想和心爱的人 做一个富家王 望皇上成全 朕 戴雨不错了 朕把朕最心爱的女儿嫁 你跟朕的妹妹住在一起 朕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臣 心朝高 皇上成全 皇上 你太可怕了 政治太可怕了 这朝堂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 既然你心已决 那就带着高阳御用家 到高阳的封地 过日子去吧 谢皇上龙安 这当农民可真累呀 我看你啊就是闲的 你就算辞官 那也是大唐唐唐国公驸马爷 干嘛闲都没事去送农爷 二郎一定是觉得整天和我还有朕尔待在一起 腻了吧 我是我怎么可能腻 我就是感觉整个人闲的都快发慌了 前几天呀 西域的上人还送来一些南瓜种的 我不是试试看看能不能种河吗 南瓜那是何物啊 南瓜呀是一种 种一亩就能产万斤的农酥 产产万斤 对呀 哎呀不说这个 哎呀快累死了 来快给老瓜啊 啊 舒服啊 按摩就按摩 这是干啥呢 夫君 咱们得要个孩子了吧 啊啊 按摩都 就是嘛 这么大的风力总得有人继承啊 我的腰子就算是铁打的也遭不住这么抠打呀 我这咱的这天气挺好 咱们 他不是他打经 他打 你别碗吧 先交口啊 我们接着 他就给你听你的姿势 哎呀哎呀 亲一点哎呀啊 啊 亲了啊啊 你来不说了就是 我烹 你去帮忙吗 傅咱们 我去帮忙吧